您是昨天哈喽台灣 我是張家如 時莉早安 家如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時莉應該大家心情很好吧 太開心 陽光露臉了 是啊 而且天氣也回暖了 真的 雖然北部 尤其台北 昨天這個雲好像 這個多了一點 陽光不如預期來的 那麼耀眼燦爛 可是至少天氣回穩 就是開心 今天其實天氣跟昨天差不多 中南部依舊就是 陽光普照 曬到暈 但是這個北部 尤其像是大台北地區 要注意今天跟昨天差不多 有時候雲還是會多一點 那麼最主要是跟中高層 這個風向氣流有關 所以問如何 反正今天的天氣都算穩定 倒是明天的天氣要注意 我記得說有午後雷震雨 對 你知道這幾天就很多人 來問偏偏好像明天 大家都安排了滿多活動的 不是有像我們東森就有大型的 這個活動即將要在河濱公園 大都會河濱公園舉行 另外很多朋友還要什麼打高尾敷球的 一直在問 明天這個下午天氣就是不理想 已經確定了 這樣看起來不管是美國模式 歐洲模式都有預報到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接下來的降雨趨勢如何 好讓大家心裡有所準備 我們就來說說了 這天氣上未來一直到下個禮拜二 整個降雨趨勢呢 北部東半部就是時晴時雨 有時候天氣還滿穩定的 但有時候呢 冰冰砰砰就會下雷震雨 中南部就影響不大 持續就給它火力四射 繼續給它熱熱下去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禮拜五 我說今天禮拜五天氣都算穩定的 降雨都是零星的 溫度上其實也跟昨天差不多 北部就高溫28度左右 中南部都會有32 33度 以上的高溫 東部也有29度 好了 現在重要的是呢 這個明天中午過後 天氣預計就有變化 有變化的是在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有一道微弱封面 就在台灣北部海面通過 而且看起來 在整個北部會形成一個小低壓 因為看起來 尤其兩點到五點是最明顯的 好 一直要到晚上八點左右 才會逐漸的消散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特別特別提醒 淑莉今天要講一下 明天甚至明天下午 大家可一定要有雨天備暗 有時候這種雷震雨的現象 因為又有個小低壓 再加上北邊有封面 大家可以想像 有時候對流就會比較旺盛 這種短時間有的這種雷擊 強震風 強降雨 大家明天好不好 我們就給它注意一下 中南部主要如果有雨的話 會是以山區的對流為主 山區比較會有一些 短暫震雨或者是短暫雷震雨 好 但是禮拜天的禮拜一 又是空檔又穩定 比禮拜六還穩定 所以你說氣不氣人 如果你深度活動安排在禮拜六 那真的是要多注意了 到了禮拜二 天氣才會有一些比較大的變化 因為有另外一道封面要接近了 到時候北部跟東半部要更熱 中南部看起來不太受到影響 溫度上其實降幅都不大 預計都還是有 三十度上下的高溫 家如 看起來就是禮拜六那天最調皮 是啊 怎麼那麼剛好 所以偏偏熟練很多朋友 活動就是安排在禮拜六 看看是不是發工一下 有沒有幫助 可是因為現在就是包括了 歐洲模式 美國模式看法一致 所以我們還是要提出來 讓大家心裡有所準備 那沒有下雨的時候 其實溫度還是熱的 熱的 你看看這幾天 你看今天預報二十八 接下來幾天 差不多也都是在三十度上下 中南部就不用講 昨天台南的預警 上衝到三十五度的高溫 又夏天的溫度了 所以這種天氣 你說怎麼了得 真的 所以大家就多保重身體啦 今天星期五沒有爬爬夠 那美好世界帶我們看什麼呢 今天事實上 淑莉要來帶給大家看一種 其實很常見 很平凡的花 但是平凡當中 只要你用心 其實你還是會覺得它很美啊 這個相信這是什麼花 淑莉今天要來每日一字一下 因為我自己高高也在補薩薩 以前淑莉在念書的時候 我們都叫它炸醬草 結果現在說是念作醬草啊 可是剛剛我們大家查了一下 這個教育部的國語詞典 說它叫醋醬草 好啦 有炸醬草 作醬草 還有醋醬草 來 三個淑莉都念了 你都不要講我說錯了 到底一定是念什麼 我覺得大家喜歡就好 反正就是這個花 這個花很平凡啊 大家有時候在這個公園啊 在路邊你都可以看得到它 可是你如果用心一點看看它 其實它長得還真美 所以淑莉今天藉由 這桃園的林青福 為什麼會選上今天這麼平凡 真的不起眼的這個炸醬草 醋醬草 還有呢 作醬草呢 因為淑莉覺得林青福啊 把它拍得很美 所以呢 事實上啊 我們都是很平凡的人 可是呢 平凡的人啊 如果你好好的用心過生活 也可以讓自己的一生過得很不平凡 很有故事 是不是這樣 淑莉怎麼這麼有哲理啊 好啦 問如何 今天呢 我們介紹大家 這個有時候它的這個葉子 是三片 可是如果你發現它是四片 哇 那不得了了 那就是幸運草了 是不是 所以這種呢 粉紫色的浪漫 而且呢 這花 我不想再念三遍了 好不好 這花呢 它的花語叫做 閃亮的心 我也希望大家呢 每天啊 都能夠有閃亮的心 我們是個平凡人 但是呢 盡量讓自己的生活 過得閃亮一些 家如 趕快回來 妳覺得我講得好不好 今天也是很蛇理的一天 跟昨天一樣 這個生了一場病之後 我覺得蛇理起來了 好像人生體悟變多了 就覺得一定要珍惜當下 生病的時候呢 又遇到了大地震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給大家加油打氣一下 好 那想去天氣狀況 趕快把時間交給淑莉囉 好啦 那我們就趕緊來看看啦 這裡是台東的池上天堂路 你看陽光露點囉 那我們就展開今天 開心的開始吧 今天四月十二號 禮拜五囉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 先從目前溫度 帶大家一塊來掌握 那麼現在外頭 各地的天氣狀況 還有溫度如何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清晨 是BBI有涼意 今天清晨的最低溫 一個出現是在花蓮的鯉魚潭 來到了17.8度 那麼另外呢 這個人工側站的部分 則是出現在新店19.5度 就現在各個區域的溫度上來說的話呢 北部台北 台北現在天氣是穩定的啦 陽光也透光啦 現在的溫度是22度 中部的台中雲就有比較多一點啦 那麼台中現在是24度 我們再往南走 南部的高雄 高雄現在幾度 高雄現在去頭也出來了 現在是23度喔 至於東半部的花蓮呢 現在天氣也是穩定的 那麼這個花蓮現在呢 是22度 整個離島地區來說 你看有一顆燈耶 在澎湖 不過呢馬祖跟金門 倒是雲多多 有幾點嘛天一嗚嗚的 馬祖只有18度 金門19度 不過呢澎湖啊 跟高雄一樣都有23度喔 倒是呢今天啊 空氣品質比昨天還來得不好耶 我們從呢 這個環境部的空氣品質指標 你可以看到 現在呢 由北到南大部分 幾乎全都是黃燈 已經呢有五個側站了 在中部地區南投還有彰化 是五個側站亮起的橘燈 不過呢就環境部的 預報上來看的話呢 今天啊空氣品質不良的 區域範圍比昨天來得擴大 今天則是包括了北部 尤其是在桃園以北 另外呢就是中部 從台中一直到雲家南南投 都是呢橘色燈號 主要還是因為呢 今天東南風擴散條件不佳 所以呢午後臭氧濃度 還有細懸浮為地濃度會比較高 因此也提醒朋友們 今天外出口罩記得還是要戴 整體的天氣變化 從衛星雲圖 我們就帶您來看啦 今天的天氣啊風場 昨天吹的是偏東風 今天吹的是偏東南風 一樣水氣都不多 那麼因此呢今天來看的話呢 北部地區今天的雲啊 看起來跟昨天一樣 就是呢有時候出現陽光了 可是有時候啊雲又多起來了 所以今天算是多雲時勤的天氣 中南部的話呢 今天雖然現在雲有比較多 甚至呢從台中一直到嘉義這邊啊 南建度有些地方差一點 1600到2400公尺 不過晚一點陽光露臉之後 今天中南部甚至東半部地區 都是陽光露臉陽光普照的 今天水氣還是偏少 我們從雨區預報您就可以發現 今天呢東半部偶爾局部有一些零星降雨 那麼另外就是午後的山區會有一些局部性的 短暫震雨的現象 那麼另外從地面天氣圖當中 我們也提醒大家今天是東南風 當然囉溫度上依舊還是暖熱的 接下來幾天的天氣啊 倒是沒有明顯的冷空氣涼空氣 但意識呢降雨的部分 尤其在明天還是提醒您要有雨天備暗喔 趕快來看看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了 首先呢北部地區今天的高溫是在26到28度左右 那麼今天看起來北部地區天氣都算不錯 中部地區今天相當晴朗高溫甚至都有29到30度呢 但是更暖熱的是在南台灣 南部地區的話今天的高溫30到32度 甚至以上的高溫 至於東半部的話今天的高溫是在26到30度左右 局部呢在影封面偶爾還是會有一些降雨的現象 至於離島地區今天的高溫則是在22到28度之間 所以最後淑莉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囉 就今天啊春陽露臉 所以今天的這個衣服怎麼穿 像淑莉這樣穿就對了 好啦那麼至於空品的話呢 因為今天空氣品質不好 過敏的觀眾朋友就多加注意 午後比較容易會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山區活動一定要注意安全喔 時間交給香安如